第39题,39-44题组,右图是甲乙两个单摆摆动时间与次数关系图,回答39-40题,第39题问,请问甲乙两单摆的长度何者较长,单摆的等时性,我们知道单摆的周期只跟摆长有关,与单摆的质量与白角大小无关,而摆长越长,周期越长,从图形上可以看得到来,同样摆动20次,我们甲的摆动时间 20秒比乙的摆动时间10秒来的长,也就是甲的周期比较长,所以甲的摆长就比较长,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,请问甲乙两个单摆的长度何者较长,我们答案选的是A甲